大家好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文人正事 我是主持人蔡志平 我們曉得傳統跟現代如果要結合的話 它當然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在一些觀念或者技術 還沒有辦法突破之前 有時候你會發現在過去 有很多傳統跟現代 常常是一種 處於一種非常緊張的一種對峙的狀態 可是隨著年代的進步 隨著我們科系或者視野的宏寬 還有不同科技之間的橫跨 使得我們對於所謂的傳統跟現代 有了一個全新的 比較寬容的 更重要的一種透視的理解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訪問這位貴賓 我想他的專業毫無疑問 可以替我前面講的這些開場 做一個非常棒的詮釋 我們待會跟各位介紹的這一位 他在西班牙念書 他學的專門的領域 使得他可以對於我們重新來回顧 中國古代的所謂的文人化 山水化 裡面的透山似水 然後用數位的拆解的方式 重新來讓我們理解古畫裡面的一些人文跟玄機 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一種學門 那麼為什麼他會對這個領域有興趣 而這個學科這樣的方法 又對我們了解古代的山水化 古代的傳統有什麼樣的一種幫助呢 我們先來看一段相關的影片 回到現場來 來跟各位介紹任教於高雄師大美術系的 洪尚祥洪教授來到我們的現場 欣賞古畫如何領略古人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的心境呢 高雄師大美術系副教授洪尚祥 運用數位科技拆解古代畫作 引領觀眾穿越時空看到大師視野 你到故宮去看 然後它一個長卷軸全部攤開在那裡 也記不起來 然後你就知道很長的一幅畫 那怎麼樣去了解這個長的卷軸 中國的古人這麼有智慧的 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把它畫成我們現在看不懂的樣子 那麼其中必定有一些很寶貴的 一些文化資產 看起來越扭曲 我們越難進入的 我覺得那裡面畢竟含著有 我們現在所不懂的另外一種詮釋的方式 洪尚祥在皺褶裡透山試水的各展 好被將古畫皺褶撐開 才能夠看得更清楚 因為西洋畫在一個窗框裡 固定試點的透視法 遮蔽了後面許多空間 而中國畫則拉開所有空間 不被隱藏 像這樣的軸或卷 讓人的視野自然上下或是左右的移動 突破固定時光限制 正由於中西大不同 為了打破慣性 洪尚祥把西畫拉長成中畫的綿延視野 又把中畫壓扁似的 解構重建成西洋定點透視的畫法 以這張明代畫家文真明的作品 萬貨蒸流圖為例 他以數位影像處理方式 將背景前景層層拆解 重新構圖 呈現出多種不同空間轉換的模式 看的時候是前面一層一層消失 拆解的時候是從最遠處開始拆解過來的 所以在以最遠處的高山為基準 我先做了一個紙上的模型 然後去拍攝了科學透視法的這個角度 以後作為參照 所以把最遠的山降低了以後 然後其他的前面的另外一層山 它會跟後面一層山有所重疊 就好像譬如說在中國畫裡面 看了百分之百 拆解透視法裡面 它可能在遠處 它就剩下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 所以這樣重疊的地方 要搭配左右跟水勢的關係 讓它給這個疊回去 所以一層一層的拆解 那如果在比較平的水的地方 它因為有樹 樹很多 所以樹要先拿掉 水跟水岸 在岸邊的層次 也一層一層的拆解開來 用數位電腦的方式 所以它就是最後才把它裝回來 而這張17世紀的企劃 洪尚祥運用電腦數位繪圖 重新創作成六件 從不同高度觀看山水景色的作品 把它逐步拉高 像中國山水畫一樣 讓原畫後方景物不再被遮蔽 西洋的話我會找到它的層次最多的 如果詢問大家一般大眾說 哪一種畫最像現實 你講的還是科學透視法 你看的是它的空間的層次感 非常的足夠 將西洋的話拆解的時候 我要補足的地方比較多 遠處的山會變小小的因為透視法 我會讓它好像在我們的面前 它放的比較大 前面樹很大 那後面的山寺跟山塊就會被遮住 我就去想像把它旁邊的 類似的風景跟樹都把它做出來 讓它也放在畫面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一步一步地去看 這張畫就會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洪尚祥曾經在西班牙馬德里大學 讀藝術超過十年 在工讀博士期間 接觸到唐代詩人畫家王維知名的 網穿圖 發現他在歐洲美學的份量 就開始以網穿圖為主軸做學術研究 透過各種裝置藝術 呈現回到過去與王維相逢的穿越劇 表達美術哲思 近期的一眼鏡望系列 則是將網穿圖中所有山水景物 全部放在有圓圖中 讓人從頭影一眼看透 圓的網穿圖 我覺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間 標誌時代的一個重要的作品 不是因為我花了22年時間 其實是因為我在網穿裡面看到 網穿它畫的是網穿的左岸右岸 兩岸 它的最後一景跟頭一景 又是連接在一起的 從它的地勢 從它的植物的種類 從它的視角都可以知道 它頭尾銜接在一起 那麼在這裡我把它畫成一個圓形的狀態的話 圓它就是有一個輪迴循環 頭尾聯繫的一個概念 裡面的每一景濃縮在圓裡面 你一次就看完 但是你同時也可以看到一景跟另外一景的關係 之外 這條河流長什麼形狀 我也通通一次告訴你 那如果是過去的長遠的手捲軸 你可能要從頭到尾 而且你要能夠回到古人的那個視野 你才能夠進入而自己拼湊出那條河流來 紅上牆透過數位裝置藝術各展 希望讓觀眾打破對東西方繪畫的固定疆界 重新思索品味 看到框架外更深遠的內涵 好 各位剛才看到的鏡頭裡面出面 然後侃侃而談的這位教授 就是我們今天的貴賓 高雄師大美術系的副教授洪上牆 洪老師 洪教授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 洪教授是留學西班牙 對 在西班牙的馬德里大學 他的 我稍微看著這個欄念給大家聽 他拿到的學位是造型藝術創作理論的博士 那麼他研究的領域是後山水動畫美學及裝置藝術 還有審美深層分析心理學跟繪畫裝置等 這些名詞聽起來都非常的專業 對 所以你能不能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待會我們在剛才前面的幾分鐘裡面看到的是 你用所謂的數位拆解的方式 所謂的數位拆解 這個是在台灣現在也有 你回來以後也有帶回這門的學問 還是說其實這門學問在台灣也開始有人 早就有人在碰 還是說在歐洲它還是一個全新的 也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我想應該是如果以形式上來講的話 你一直都在我們使用過去的養分 我們會拆解它 形式上來講它應該不算是很新的 但是在背後所支撐的這個理論 對 就用數位來支撐這個理論 或者想要去傳達的這個概念 應該算是很創新的 好 我剛才在那個短短的幾分鐘影片裡面 其實是有一點點震撼的 我所謂震撼是說 我為了訪問你我看了一些資料 可是你曉得光看資料的時候 還不容易理解到底用這個數位拆解 中西的這些名畫 到底可以拆解出什麼樣的一種 突破的可能性 那我的想像中會覺得說 它只不過是用數位的方式 可能可以讓我們看得更細 看得更多層次的比較 可是剛才那個影片裡面幾分鐘之後 我有點嚇到是說 哇 原來還可以把它拉長縮小 然後多重視角拉成一個平面 一個平面可以來拉成不同的視角 也就是說數位等於提供了我們 其實在研究過去人靠想像 才氣所不能夠突破的想像的那個空間 都靠數位其實都可以做很大的突破了 這是讓我非常震驚的 你原來學歷史對不對 對 然後當時怎麼選得到西班牙去念書 那時候只是想先觀察看看 到歐洲 以它為據點 到歐洲到處去看看 那當然沒想到 它符合我內心想要追求的那個浪漫 OK 你說是西班牙這個地方 還是馬德里這個大學 都是 都有 好 能不能幫我們介紹一下 馬德里大學的這個造型藝術創作理論 他們的分科的方式 跟我們在台灣所熟悉的分的方式一樣嗎 我念的是美術學院 那美術學院的前身 它是皇家藝術院 那很多有名的西班牙 我們所熟知的藝術家都成立在這裡 舉例來說像戈亞 那在這個他們併入到馬德里大學以後 那保持著非常傳統的這些 這個應該說美術相關的這個基礎的扎實的 這個技術啊 養成啊 全部都保存 那在碩士的部分呢 那就是可以選擇的是多樣性的 就是在大學部所養成的很基礎以外 那在碩士還有很很創新的當代的 那這也很符合我自己所設定的 因為本來從歷史一直轉到美術 那到了這個博士的時候呢 那你在念的時候應該是1990年到現在 那時候的博士其他全稱的名次 叫做那個觀念藝術的技法 那這個部分的話它就涵蓋的更多 那但是學校的學制在西班牙 可能也還算比較特別 使用的是理論 而不能使用自己創作的作品 他用的是理論 所以更重視理論的這個驅動性 對 可是它整個名稱它是觀念藝術 這個跟技法跟觀念這樣 反正說造型藝術 造型藝術 對 造型藝術然後觀念與技法 所以比較著重的是這兩者的合一 特別是洪教授還提醒了我們那個 關於技法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們待會回來要探討的一個重點了 馬上回來 好 回來現場 我們繼續來跟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副教授 洪尚祥 洪老師來聊一聊 他在西班牙讀書 為什麼會對於所謂的數位拆解 這個古話有這麼高度的興趣 這背後牽涉到哪些領域的專業的知識 我先請教你 剛才在第一段結束的時候 我有特別提到有關於技法的問題 你會再進一步來跟我們強調 這個所謂技法在你的研究裡面的意義 然後另外再加一個問題 你自己也創作嗎 我創作 其實創作的時間蠻長的 正因為你創作 所以你對於技法這一塊的了解 都就會更深入了 有感頭深受 不是純從理論的角度來看了 對 好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嗎 技法這一塊 是您剛剛有特別強調 那它的涵義在你的研究裡面 它扮演什麼角色 我好喜歡你問的問題 那這裡面對我來詮釋技法這件事情 我常常說在當代不存在 抽離開來單獨存在的技法這件事情 它需要是我們想要表達的這個理念 恰恰好使用了對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所謂單獨的抽象而獨立存在的 技法的問題 意思就是說 不同的技法是要看它 放在不同的思維的脈絡裡面去看它 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對 那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呢 比如說好了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那我們就拿你剛才在影片裡面講的 網穿圖來說好了 我先問你啊 網穿圖為什麼 你會對它有這麼高度的興趣 讓我這麼著迷嗎 對 它在西方人 比如說西班牙人好了 西班牙藝術界對網穿圖 所傳達的美學或者是觀念 很有興趣嗎 對啊 會非常有興趣 然後我會提到 其實在一種 那種很廣泛的概念式的介紹的 那個關於中國繪畫的書上面 那它也都佔了一定的篇幅 那會直接提到王維呢 沒錯 他寫了詩 那畫了畫 那反而在我自己以前所接觸的 我們在台灣 或者甚至在中國的一些書籍當中 你會發現 雖然王維提到他自己的詩裡面 提到自己全身英畫詩 就是他這麼自豪到 他覺得他以前是一個畫家 但是我們對他的熟知的 那應該是這部分是非常的缺乏 通常我們就說 他講的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嘛 這句話大概大家都知道 好 如果我們用網穿籍 來當作一個例子的話 你也準備了一些手板 對 這手板你能不能一邊用手板 一邊來跟我們解釋 包括我們的所謂的網穿籍的意義 以及你所謂的用數位來拆解 這個古畫的含義好嗎 來 那因為網穿獨有五百多公分 剛剛我們影片當中可能看得到 那我在其中呢 就選了他的很重要的轉折的一景 那這一景的話是林胡亭 那我們稍微做了比較一下 這是原畫 完全沒有改裝 OK 原畫 原畫複製下來的 對 讓大家看到 那我就把這一景呢 用透視的方式給呈現出來 來 你把那張給我 這樣我想這樣我們的觀眾會更加清楚 對 我們這樣一比較 你看沒有 這樣他就會更加的 對 知道說你的意思指什麼了 好 那我想說 其實我自己以前看網穿圖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這張畫畫的蠻扭曲的 我也不太了解 可是切一段下來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還蠻有中國的古風的意味 那當我想要把這個畫介紹給別人 去了解它的時候 那我自己能夠進入這個畫 但是這整個過程這麼長的時間 都是因為我能進入 但是怎麼使我們當代人可以進入呢 那我嘗試著用這個 比較科學透視法的方式來畫這一景 那它可能就 我沒辦法看到很多 關於水平面的這個部分 把它畫出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原畫 這個就是經過數位拆解 之後一個其中的一段 對對對 OK OK 然後數位拆解的一段 就是我在今年特別完成了 我說很重要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就是剛剛大家有看到 是圓的一個呈現 那這個讓幾乎500公分長的一個景色 在這個圓裡面一次就看完 那我想還有符合當代人看 我懂 沒有耐性 這個資訊時代 可是好 在這樣一個圓的構圖裡面 把一個你說那麼長的一幅畫 整個用圓的造型裡面 一次把它給併進來的話 它對於觀眾來說 可以產生什麼樣子的一種 官畫的效果呢 這個 這是我用頭影的效果 放在牆壁上 那因為它最重要 我幫這個河水也呈現出來了 對 那所以大家會很圖像式 成為一個圖案是對當代人來講 是非常吸引的 所以大家會很想親近很想去看它 你會覺得第一個直覺 我知道 我看到 我了解在做什麼 然後細看也有很多的資訊提供出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原來是一個長卷 對 橫的一個手卷對不對 但是現在被你弄成了 數位化成一個圓形的東西了 是 所以如果各位了解一下 我們剛剛所講的含義的話 大概都知道說 它的視覺的效果跟意義是在哪裡了 然後 下面這個就更精彩了 它變成一個局部的 對不對 局部的 就是圓的局部 我們也可以對照前面 把它做成透視法 或者是透視法的 對 或是圓畫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其實我已經把它做了這個 這個教授 這感覺很有再創作的味道 是不是 對 我把它做了那個遠近法的透視 就是美景其實我已經做了變性 對 讓它可以在剛剛的圓裡面給呈現出來 所以整個圓呢 它有點像地球移的這樣一種一覽無遺 可是它也有點遠近的概念出現 好 所以這組網穿圖的手版都看完了嗎 還有 網穿圖手版 那麼最開始的話 這個作品的話 這個裝置作品 是全貌 是如此的 OK OK 那這個蠻吸引很多地方邀請去做展覽的 那在上面的這些鳥籠裡面 我編織了一個穿越劇的故事 在其中 那讓我去跟網維相遇 那為什麼這樣呢 是因為我將這個網穿圖呢 做成了這個俯視圖 OK 這是整個這麼長卷 這邊的俯視圖 對 那所有的長卷呢 500多公斤剛好做成抱枕 就一個長卷 所以你可以拿起每一段抱枕 去對著畫面上俯視圖 所在的一個景色的位置 來 我們再跟各位來講解一下 各位看 這是一個Longing Longing這樣看 你們可能沒有看出一個所以然來 但這個Longing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現在看到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圖上所看到的 這是一個俯視圖 這就是一個網穿圖 對不對 俯視 然後這些的抱枕 每一個抱枕呢 都可以從這個點上來對照 是可以這樣講嗎 這個 對 對 每一個都是 從每一個點上來對照 好 然後再Longing來看的話呢 它上面這些燈籠 燈籠不是一個只是裝飾用的 不是 它燈籠也有它特定的含義 所以整個這樣來看的話 各位就知道這個創作的部分 非常有意思的 這應該算是一種觀念藝術 還是裝置藝術 都可以講 形式上是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 對 那當然它要傳達很很重要的觀念 沒錯 但它這個裝置藝術跟觀念藝術 它又有遊說本 這個遊說本就是唐代的 也是後來開創了中國所謂南中的 重要的王維的這個王川集 作為一個例子 看到話不在了 這張畫是宋朝人的魔法 沒錯 但是話說回來 觀念藝術也好 裝置藝術也好 事實上之前就有 對不對 在二十世紀以後 其實這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創作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 那個時候沒有電腦 沒有數位 那換來說這個觀念跟裝置藝術 透過了一個現代的數位科技的幫忙以後 它其實就出現了很多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了 對 這個我想大概是你的觀念跟裝置的藝術裡面一個非常獨特的部分 就是你善用了數位科技 這個部分應該在台灣來講 在創作來講 或在藝術的觀念來講 應該都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我導而不好說我自己也是在這個那個裁解或者是數位上面是一個第一個使用 至少是一個嘗試的一個先驅者這個跑不掉了對不對 對 就推動者 在理解中國繪畫上面 就是用最新的方式 但是這個是一個後設的方式 但是回到的是過去 那我想我可以說是這樣一個先驅者 所以我在開場的時候才特別說到 說在現代跟傳統之間 過去有很多的這種討論 因為它沒有一種實際上可以依據的一個科技上的突破 所以它就是這個觀念上的 就總覺得它是一個對立的 可是我們現在透過這種新的科技的幫忙 你其實可以把兩個領域的東西整個跨在一起 這個我想是它最了不起的地方 不過我很好奇要問一個非常熟的問題 所以觀眾看到這一段的時候一定會想 那換句話說要從事這個所謂的數位拆解 或者數位去研究這些中西的古畫的時候 一個前提就是它自己要對電腦 數位的東西要有相當的掌握 這應該是跑不掉吧 應該不需要 尤其是剛剛那個床的那個網栓祥遊記 對 那其實當初我在講林中原的時候 完全沒有把數位拆解給放進來 因為我編了一個參閱記就是說 因為我把它研究出來用俯視圖畫得很清楚 但是我想大家對於這個理念 我又夠創新 然後對於原來研究的人可能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也比較難以被接受 那麼我使用的方式就是我遇到了王偉 然後因為王偉也很喜歡冥想 我也喜歡冥想 所以我們在冥想的眼神交會當中 我好像漂浮起來 看到整個網川的景色 那想不到我醒來的時候 因為我去找網川到西岸 醒來的時候身上的被子就浮現了那個圖案 所以我就跟旅館把那個棉被給買了回來 那回來以後我自己製作的抱枕 然後在裡面懷想那個王偉 那這樣的話大家就進入了故事 藉由燈籠上的故事進入了故事以後 沒有人去問數位拆解的事情 而且他們還會覺得就是真的有圖案 好 我們這樣剛剛聽了一段以後 彷彿也進入到另外一個 有點像時空穿越劇了 所以說不定下一步就有機會 各位可以看到洪教授可以把它變成戲曲 跟這個古話數位一起來相互的互動 馬上回來我們繼續來聊這個洪老師 在數位領域裡面的一個探索 今天這個訪談我想對主持人我來說的話 真的是增廣見聞 因為我真的不曉得說 用所謂的拆解古話 可以用數位的方式 讓我們有一個全新的不一樣的認識 好 我們再回頭來 你這個部分是到了西班牙以後 到馬德里大學以後才接觸到的嗎 你說拆解 對 那是我自己的創建 那數位 用數位來拆解呢 因為畢業也很久了 所以那時候也就是主持人您剛剛說的 那個電腦還不那麼實心的時代 所以電腦全都是我回過來以後所學的 所以反正說 在那個時候你們去的時候 那個拆解 基本上還不是用電腦來拆解 那是用什麼方法拆解 用手繪圖結 所以難怪你說你也必須要創作 這也必然的 因為要用手繪把它繪出來 哇 只有因為我碩士念的是那個 繪畫與修復 選的組別是繪畫與修復 所以我在馬德里美術學院裡面 其實都是創作 它只有到博士的時候是不創作 好像在西班牙 在這個古董古畫古蹟的修復 這一個領域裡面 他們算是蠻強的對不對 對 你剛剛跟我講這話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來 我脑海中想起了好幾個以前的朋友 他們到西班牙去都是學這個 所謂的修復 對 這部分真的還蠻重要的 你想想看它的繪畫是跟修復 是同一個組別 那這一面有趣的事情就是 它其實不是像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一個科目分開來 也就是說 當一個藝術家開始在創作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考慮到未來這個畫 他是有這麼長的時間需要保存下去 因為是你覺得它值得存在這個世界上 而且在你在世或你不在世的時候 還把你的訊息給傳遞下來的這個概念 如果存在藝術家的心理的話 那麼這個修復的概念 你一開始在製作的時候 就要非常在意 這個修復的概念 它應該有這樣幾個層次 一個是藝術家自己本身 那還有一個是真的去做修復 但藝術家本身 他要擁有修復的概念 這彼此需要交流的 那還包括我剛剛提到 在西班牙有很深厚的 這個長久的歷史的淵源的 這樣一個訓練 那在這訓練當中 它會讓我們自己去製作 跟嘗試各種繪畫的方式 譬如像我們在書籍裡面 會念到的蛋彩化 雞蛋的蛋 或者是絲壁化 這些技法我們都會了解 那包括就是從你的載體的選擇 就是你拿什麼東西 畫在什麼東西上面 那怎麼樣用這個材料 去讓你的顏料可以去附著 那這些每一個我們都要親自實驗去完成它 那在這當中你就會更了解 修復的人要去接觸的是哪個層面 而藝術家怎麼樣去對待你的這個作品 而且這部分我想也是 我在你的題目上有提到一個這個 回國以來我很不能適應的一點 因為甚至我的學生到現在 跟他講這個一張畫 有畫布跟它的內框 他就會不清楚 因為對他來講 這整個一個就是物體的 因為他買了就這樣 對 他買了就是一個畫布 加框都也弄好了 而不是說像從把那個布 有畫的布然後怎麼樣上去 然後再加上框 然後再塗底 過去一個藝術家可能是這個過程 就是一個一個他都自己經歷過的 可是現在因為太容易了嘛 在這個資本主義的市場裡面 你買什麼你都買得到 現成買來就直接上面畫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有意思有意思 所以我們學生也比較容易對待那個畫 比如說他自己也不是很滿意的時候 他就瞬間變成垃圾 所以有時候學生像我在教很多 立體的或裝置的 學生可能闭頭就會 他比較想要 應循他過去習慣的方式 他就會問我說 老師 裝置做完了都是垃圾 那我們做幹嘛 那我就會笑笑的問他說 你沒有看到每一個學期結束 樓上放了這麼多的畫布丟在那裡嗎 我們還要請垃圾車來把它載走了 所以重要的不是那個材料 到底會不會變成 是你的心態跟你製作的方式 它會不會變成 我覺得你今天這個提醒也等於提醒了 我們台灣人在美術教育或藝術教育上 恐怕還是要除了鼓勵他創作 怎麼發掘他創作的才華之外 這一塊恐怕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了 你知道是一個回頭來 但我們講的大一點 它可以牽涉到環保對不對 長得再重要一點 而是說創作的整個環節 不只是作品呈現出來以後就結束了 像你剛才講的 後面那一塊持續的保存保持 甚至你不滿意的時候 那個不滿意的廢棄的東西 該怎麼去面對它 這都是一個其實蠻完整的 有點像是一個繪畫的生命史的教育一樣 繪畫的生命教育了 好 我們回頭來還是再回到 今天我們請你來 一直想要透過你來跟我們更多的朋友 來認識所謂的數位拆解 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說上還是準備了一些材料 也就是說這個數位拆解 我們準備三份材料 一份是簡單版 另外兩份稍微複雜一點 一個是針對中化 一個是針對所謂的西化 我們先從簡單版這塊 來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好 簡單版的意思 來 你拿起來告訴我們大家 簡單版 但是我要講就是 我的理論研究得很深刻 年底會出書 OK 所以各位要看完整一點的話 到時候可以看書 來 好 那但是在創作上當然還有一些是 屬於創作的自由度 那不是完全服務 為我的理論來服務而已 那在這裡面的話 原畫你可以看到 我把它弄成透式 放在底下 那這個就是 當我們看一個很長的捲軸 它會有水平面 也會有立體面 所以在這邊看到它立體面 呈現後面的三式 那我讓立體面的地方都站起來 像透視的方式 讓你看到 那這樣子 這樣子拆解的話 它還是有點長形 所以我將它補充了 它就會看起來更像西洋畫的方式 那是我創作跟想像 我請教你 如果有人挑戰式的來問一個問題 或你的學生也這樣問說 老師這樣子的拆解有什麼意義呢 你會怎麼回答 我會跟大家講 其實我內心有很深的一個企圖 那個企圖就是說 當過去這麼多的中國的古人 在經營在這些畫作上 而像一個網穿圖 之後的一千多年 每一個朝代 每個時代 都有這麼重要的畫家 在去臨摹它 那這裡面一定有 想要傳遞跟述作的話語 使它可以這麼長遠的 一直傳遞下來 而我們現在看起來 覺得很不能理解的一張畫 那它裡面有多少的秘密 是我們不曉得 那當我知道秘密了以後 我很想要跟大家講 所以所有我所努力嘗試 去學習的 使用的這個電腦的動畫 希望把它可以傳遞給大家 那我想要用這些方式是 如果你因為我所畫的創作 或剛剛講的網穿祥遊記 吸引了你 你會開始對它駐足 就不再像那幅畫 你可能五秒鐘就走過去了 你開始自足 你開始覺得有趣 你開始看到原畫 所以換人家說 我們是可以透過 數位的拆解方式 重新在畫裡面看到一些 以前人都沒有看到的 某一種秘密 應該說以前人的秘密 想要告訴我們 想要讓大家看起來 它就是很像 比較現在人看得懂的 還有東方異味的 但是它其實視點已經是 比較西方了 我懂 就是說乍看之下 它的整個構圖 還是一個傳統的山水畫 可是認真一點 仔細一點的人 就會注意到 它其實已經像西洋畫的角度了 對不對 而不是中畫的 我們過去的所謂的中畫的 這種角度在看了 那實際上就是 我們比較看進去的時候 已經轉變了 好 這是簡單版 讓各位來了解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這樣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個 讓大家 西洋的 這樣大家就比較容易 有一個聯想 來 第一張應該是哪一個 第一張應該是這個 好 來 我幫你拿著 還是要讓大家 比較一下圓畫 OK 這張是西洋的圓畫 來 原畫在這邊 再靠近洪教授這個手上 這是原畫 那以那個中畫來講 那是遠的地方被拉得比較大 對 那西畫來講 遠的地方它是 急劇的縮小 所以我們通通能夠 畫在一個畫面上 如果我們想像中畫一樣 走進去比較大的畫 它就會變成一個 反透式的方式 所以我將它 每一個層次的景拆解以後 也把它用反透式的方式 放得比較大 所以這個是原畫 這個是經過反透式的 對 反透式的 像有一個反透式的角度 所以前面一樣大 可是後面如果把它放得變大 它就會變比較寬 就像剛剛中國畫 我是把它弄成透式 對 這種過程 你都在電腦上處理嗎 是的 全部就是在電腦上面 直接用電腦的數位 有少部分的話 我會做那個 就是沒那麼困難 這是直接做模型 把原畫用剪刀剪一剪 就做模型 當然不是真畫 當然不是 各位不要先不要 當然不是真畫把它剪一剪 那個對洪教授來講 太奢侈了 對對 對人家來講很奢侈 這是用剪的把它給立體的部分折起來 做一個模擬這樣 這是一個模型嗎 所以它是個立體的 對不對 它應該原來是一個 看起來我知道 這邊應該是個立體的模型 這有意思 好 待會回來 我們再繼續跟洪老師來請教 這個領域裡面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什麼值得你了解 該了解的地方 那更重要更重要一點是 這樣的課程 繼續往下推動的話 洪教授他希望完成什麼 透過他穿搭什麼樣的一種藝術 或者是美學的一種新的概念 或新的教育呢 馬上回來 好 這是很像那個 魔術師的那個 最後的秘密的公開一樣 我們來跟各位看一下 這是原畫 然後這是最後拆解出來的一個對照 可是拆解對照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概念 已經很像中化的概念了 這個對比我們請大家來看一下 你靜靜地看一下它到底差別在哪裡 好 但是我們也要請洪老師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從這裡轉換到這裡的時候 通常你會跟學生怎麼樣去分享 就是他們可以在這裡面感受到一種 什麼樣的一種構圖或者是美學 或甚至包括一種藝術賤賞的一種新的視角呢 在這裡面其實我很喜歡學生就是能夠自己去感受 因為原先我也考慮過這麼長的時候 我用動畫讓它一個景一個景的呈現 那最後我想到就是在當代我們已經很習慣 所有的景送到我們的面前來 所以我還是用中國畫的方式 想去挑戰跟試試看 當他們站在這個畫面前能感受 可是我發現到經過有的不需要經過引導 有的稍微引導一下 就是我跟他講 這是所有的片段的拆解 呈現成中國畫的方式 我發現學生會已經很能夠身體感受 有的人會覺得自己飛起來了 有的人會覺得自己走進去了 那這樣剛剛我們有講過反透視的時候 越來越寬 那我把它放出來這麼窄的時候 我讓它越來越長在畫面上面來 那有些人甚至可以跟畫面對話很久 在裡面駐足 然後寫了一整篇像是散文式的文章 那我覺得這裡面真的是很足夠 我看到 好 我想從主持人的角度 我來替這個洪教授來詮釋 他學生說這個飛起來的感覺 各位看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就是在一個人站在一個固定的視角 往前這樣看的時候 一層一層的看出他的透視的效應 對不對 可是這個真的是像你剛剛講的 有飛起來的感覺 你是在凌空這樣 從這樣子像是這樣 一直在飛翔飛翔 每個地方都是在你飛翔的過程當中 那個視角的那個變化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很大的不同 經過這一比較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對於所謂的視角的這個部分 就能夠很清楚地比較出它的差異跟不同 這種教育你覺得 這樣的一種推動對於所謂的藝術教育 或者是美學的教育來講 或甚至包括創作的觀念的突破來講的話 它可以提供什麼幫助 我好喜歡你問的這個問題 對 第一個從教育上面來講 如果一旦提到西洋話 那大家就或者是問你 你覺得能夠想像最逼真的 你都會講西洋話 那我們收了這麼多西洋話去看中國話的時候 知道它是很重要的我們的資產 但是你卻無法跟這個話對話 沒錯 因為完全是西洋的觀點 對 這個損失其實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們卻可能會在面臨某些部分 又有一種屬於我們自己文化的驕傲 可是那個驕傲的底層是一個空洞 這不是太可惜了嗎 所以在教育上面我覺得這點非常的重要 那對於整個環境的觀點來講 其實我們現在就算是不畫西洋的透視法 我們使用的很多的方式 其實還是在西方的現代主義所開發出來的 這個對抗科學透視法的方式而已 但是在中國在這個有科學透視法以前 早就發展出一套 它根本就是電影的攝影術 跟蒙太奇的這樣一個很奧妙的一個方式 來詮釋這個世界 所以如果在我這次這樣子的拆解的呈現當中 我也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大家 重新去審視跟藝術家可以詮釋這個世界不同的方式 那這樣子已經前面講兩點了 那內心裡面有個最大的渴望在後面 也就是說在當今的社會上 那中國也夾著它強大的經濟興起的時候 那他們有很多人要去找尋回這個過去的文化資產的 這個部分 那麼我在我的畫作當中跟理論當中 所尋找到的 我很希望能夠提供給這樣子一種觀點 而這個觀點它是真正立即在過去的這些 可貴的智慧裡面所理解到的 與世界共同相處的一個方式 那我希望能提供這個部分 這些東西因為你是個學者 所以我相信這些除了在我們電子上面 或在這個影像上面 你在不斷用各種方式來呈現來說明之外 你一定也把它轉換成文字寫成論文 那當這些論文這種觀點在國外 跟西方的這些藝術學者互動的時候 得到什麼樣的迴響通常 我非常好奇 其實我覺得比在台灣還熱烈 對 我相信 因為你曉得這個對西方人來講 我直覺感覺是說 它等於就在西方的繪畫觀 跟東方的或中國的繪畫觀中間 其實找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是平常我看 還是回到我剛才開場講的 平常這種討論的時候 是一種語言上的討論 它太抽象了 有時候你沒辦法去想像 甚至有很多東西是以詞害義 對不對 就是討論到最後就是一些定義的不同 對 可是你有一個實際上的 拆解的圖案的過程 在透過文字說明給大家了解 大家就會知道說 哇這裡面原來有一種視角上的 一種各種變換的 你了解我 我變換成你 你變換成我以後 我們相互的 互為主觀的這種理解的過程 這是我覺得它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相信 我剛才特別想到說 西方人的西方的學者 會怎麼樣來回應你 他們也會說從來沒有看過 這樣子的一種說法 這樣的一種方式 你還會再持續下去嗎 會啊 就這樣的一種研究法 我覺得它深深的吸引我 應該就還沒有說句號的時候 那你還會像把故宮的這些名畫 一幅一幅的用這種方式來拆解嗎 其實大家可能會注意到 我這次的展覽用了唐宋元明的畫 但是其中有我們的正宮之寶 我還沒有把它拿出來呢 哪一個 像郭希的早春圖 早春圖 那裡面還有更大的秘密呢 OK OK 好 這是一個將來努力工作的範圍了 那王春圖還會繼續研究嗎 會的 還是會 可是你剛才已經感覺起來 你研究得很透徹來 透徹了 對我來講很透徹 然後這個圓呢 也表達了很清晰的概念 可是怎麼讓大家去看圓畫 能夠感受到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有一小部分可以努力 所以我想它是一個鑰匙 也就像剛剛我所提到的 大家已經習慣了這個方式 我在課程上 當然很感謝我們學校 讓教授也可以自主地去開設這些課程 在課程上教這些 這是中國 我把它命名為 山水的動畫美學 山水動畫的當代美學 這是我命名 那在講述這些部分的時候 你會看到學生有些抗拒 那也有些覺得恍然大悟 那包括我把它跟 這個過去中國的美學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哎呀 怎麼這麼新鮮 可是在無時不刻 他們的科學透視法的眼光 就會冒出來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怎麼樣大家看 可以是真正你轉換了你的角度 可是我們其實不熟悉 我說不熟悉是因為 當產生這個科學透視法的文化背景 並不是我們自己的文化背景 我們學習來的時候 我們要丟棄 比西方人還困難呢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希望給予另外一端 很不一樣的養分 好 在跟學生互動教書 我想這次你回台灣以後 當然是人生的一個置業的選擇 應該是很開心的 對 但是我很好奇 回來這麼多年了 會很懷念馬德里的 十一年的生活嗎 會呀 就好像 他好像留在我血液當中的血脈一樣 我跟我西班牙的非常好的朋友說 其實我根本就是一個西班牙人 那我同學跟我講說 我早就發現了 在我的自己的根性裡面 是有著那樣子 對於生命很執著的熱愛 然後我的存在是為了做我很喜歡 很熱情很開心的事情 那我熱愛教學生 由於介紹這些東西 他不只是在講一個美術的造型而已 透過美術的造型 我在講的是人生 而這樣子可以讓大家得到協助 或他生命上很想要開啟的樞紐 我覺得他讓我快樂無比 在節目的最後我來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曉得我每次都喜歡請我們的來賓 來給一些更多的年輕朋友 給他們一些鼓勵的時候 我常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一路走來 今天很特別 因為你從事的是教育工作 學術研究 但是又放在藝術的領域 藝術創作這個領域 那你覺得一個人 要怎麼樣讓自己 在你這個領域裡面 持續地走 長期地走 甚至有時候像你剛剛講的 也許在海外的知音 在國外的知音 可能還比在台灣 學術學多一些 那怎麼樣讓自己 還保有一種熱情 能夠堅持自己的一種想法 走下去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的朋友 一點點什麼樣的建議呢 怎麼樣保有自己的熱情啊 最一開始的時候 就不要對自己不誠實 你看著別人喜歡的東西 或者是你擁有它 你覺得你會比較酷 要再深刻地問自己 是不是這是真的 會讓我動心的事物 比如說我自己很喜歡歷史 但是我更想創造歷史 那這就是我內心最大的動機 讓我去追尋它 所以我也非常鼓勵 年輕的這些學生們 你一定要找 不是來應付一個課程 那即使我常常講 你即使同一個作業 教所有的課程 我都可以接受 如果你給我這麼厲害的話 那主要是這個東西是 你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我會鼓勵的是 你不要放棄表達你自己 那你的所有的感受 你要去很敏銳地拾回它來 你拾回這個感受 你才對世界有所感應 你能詮釋這個世界 你能了解你自己 那不斷地在這兩者當中 你隨時都看到 一直在往前進 這才是開心的事情 好 我想最後這一段話 洪老師說得非常的好 也希望大家可以記下來 真的 我覺得各行各業 每個領域都一樣 自己真正能夠投入其中 然後非常開心地投入 然後認真的投入 然後假以時日 看到一些成果的時候 我想那種喜悅 真的是從內心感受出來的 非常謝謝高雄師大 美術系的教授洪尚翔洪老師 今天陪著我們 一開來談談他的 在西班牙讀書的經驗 也談到了數位 拆解古畫的一些想法 還有初衷 非常感謝你 也希望未來的 研究創作的路 都非常的順利 謝謝您 也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同學時間再見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